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到FinTV 我是阿芬 我是穆 5月29号任天堂在东京举办了一场 宝可梦事业战略发表会 向各位宝可梦的爱好者们 公开了自己在2019年到2020年的事业发展计划 在发表会的一开始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次的发表会 与以往发表会非常不一样 除了有结实翻译的英文以外 还多了中文 宝可梦的首席执行官石元恒合也说 他们在将来会在各方面都为 以中文为母语的宝可梦玩家提供更多的服务哦 首先第一件大新闻就是 前一阵子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 并创下良好票房记录的 名侦探皮卡丘即将登陆Switch平台 官方也同时表示新游戏的故事 将会接续3DS名侦探皮卡丘的剧情 而不是同款游戏的移植作品而已 另外官方也有说 这次很有可能就是游戏 名侦探皮卡丘的正式完结篇 并且结局也会跟真人电影版的截然不同 想必这次的游戏是一定值得期待的 第二个新闻就是 宝可梦将与中国的网易合作 并打算将去年红遍全球的 《宝可梦探险》寻宝 重新推出新的特别版本 名为《宝可梦大探险》 东方表示 为了带给中国宝可梦粉丝们 更良好的宝可梦游戏体验 这次不但将游戏从里到外都做了优化调整 也更添加了更好玩的游戏机制 像是社交系统 还有PVP对战 都可以在本次游戏星座砍倒哦 第三个新闻就是在涉谷预计在今年秋季 设置一间日本首尖任天堂官方直营的商店 里面也将包含了全新的《宝可梦中心》 这间店将会全用黑色为主体 打造出帅气的洗练感 并结合最新的科技技术 官方说 希望这里能够是个 让粉丝们单纯只是来到场就很开心的空间 另外 《宝可梦的首尖海湾宝可梦中心》 也即将在新加坡盛大开幕 我想应该也不用等太久 很快就会拓展到大陆 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了 第四个新闻就是 《宝可梦》在2020年将推出 让所有平台的《宝可梦》 都能够集中在一起的云端服务 《Pokemon Home》 《宝可梦》随着《Pokemon GO》和《Let's GO》的大流行 让全球的玩家数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官方也希望能够透过《Pokemon Home》 这个云端服务 让玩家们能够一起分享《宝可梦》的未来 根据官方说法 玩家们能够不分国界 不限时间距离的分享 交换彼此的《宝可梦》 透过图示此服务的功能 银行手机上的《宝可梦 GO》 《SWITCH》的《Let's GO》上的《宝可梦》们 一起汇聚到第八世代的《剑雨盾》游戏之中 一同冒险 第五个新闻就是 《宝可梦》将推出以睡眠转化为娱乐的《Pokemon Sleep》 希望每一位训练家们都能够透过这个游戏 期待每一天的起床 另外,官方也同时预告 将会与这个游戏同时推出的周边商品 《宝可梦 GO++》 只要将这个产品置于枕边 它就能够在玩家们夜晚入睡时 透过内建的加速度感测器来计算玩家们的 就寝、睡眠与起床时间 并进而测量睡眠周期 更藉由游戏内的任务 进而改善玩家们的睡眠品质 而官方也表示 这是个让每一位训练家在早晨打开手机时 都会发生令人感到开心事情的游戏 另外,《宝可梦 GO++》 也同时具有《宝可梦 GO++》的所有功能 帮助在白天时游玩的《宝可梦 GO》游戏 让玩家们感受一整天从早到晚 都有《宝可梦》陪伴在身边的感觉 第六个新闻就是《宝可梦 GO》 为了纪念睡眠这个主题 游戏地图上将大量出没打盾的卡比兽 活动时间与亚太时间5月29号开始 并在6月3号结束 在活动期间内所有捕捉到的卡比兽 都将能学习到特殊招式哈欠 这一招尽管伤害是0 但在本传游戏之中 哈欠是一个能够让对手进入睡眠的强力招式 说不定这一招在《宝可梦 GO》内 未来也会更添加新的能力 所以也建议大家 先不要急的洗掉这一个限定招式 而在捕捉手水的卡比兽时 玩家所丢出的前两颗金银球 是一定会跳出来的 但是第三颗球就一定会抓到 所以就建议大家搭配凤梨果来作曲 而玩家们还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这些碎得香甜的卡比兽 在被捕捉过后 都将会醒过来回到准备好对战的模样 所以大家要记得在捕捉前帮他拍张可爱的照片喔 第七个新闻就是预计在今年底 将对出宝可梦最新手游 Pokemon Masters 游戏方法主要是3对3的宝可梦对战 玩家们能够与宝可梦历代的传奇训练家 以及冠军们面对面互动一同冒险 尽管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详细内容 可是宝可梦的收集、训练、扬升等重要元素 应该也都是存在在这款游戏内的 第八个新闻就是 Pokemon Shorts将在未来逐步扩大能够购买的范围 目前在台湾和香港都可以购买囉 Pokemon Shorts是宝可梦与Original Stage 所合作推出的新服务 这个联名品牌最大的特色 就是能够线上客制化 专属于自己的宝可梦衬衫 各位宝可梦爱好者 可以在网路上直接设计、直接购买 目前总共有关都地区的 151种宝可梦图样可供挑选 不管是领子、口袋、袖子、内里还是扣子 都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款式喔 上班用的正式衬衫 平时穿的休闲衬衫 和放松时穿的夏威夷短衬衫都有提供喔 而我个人觉得最棒的部分 就是在你设计好之后 能够及时看到你所设计的衬衫实际样貌 非常的方便 木木前几天就帮我设计了一款 皮卡丘的衬衫等级到家 到时候再开箱给各位看吧 这下宝可梦仔十一住行娱乐 基本上都已经是面面俱到了 也相信我们的生活在未来 从里到外、从早到晚 都会因为有宝可梦而变得更丰富多彩 就算碰到了再多困难 也都能因为有宝可梦的陪伴 而不畏惧挑战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对于你最期待这次新闻里 哪个新游戏或是哪个新服务吗? 在底下留言后面分享讨论吧 若是喜欢我们这次的影片 也别忘记帮我们按赞、分享和订阅 下铃铛点起来就可以看到最新影片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掰掰 掰掰 摩克梦的首席执行官 托福 平